男子用改装过的枪支打鸟 除了意外 警方将男子拘留 另一起案件 男子持仿真枪去教训妹夫 结果却在路上被警察逮了正着 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因涉嫌枪支被抓 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法律惩罚 危险的爱好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人公叫江东海 出生在农村 从事装修工作 最近江东海交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友 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这不江东海的女友要过生日了 他精心为女友挑选了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 此外啊 他还想在其他方面展示一下他的魅力 在山里的江东海 在山里长大的江东海特别喜爱打鸟 不如在江东海不如在这方面好好地表现一把 让女友见识一下 女友生日的这一天 江东海早早地就来到了村子后面的一个树林里 他拿出往常打鸟的工具开始打鸟 或许是因为爱情的动力 他打得特别准 一连打了好几只 每只都百发百中 然而 就在江东海得意洋洋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江东海仰望天空 看着飞翔的小鸟 准备再打几只的时候 江东海的衣领突然被人从身后拽住了 江东海被这突然的袭击吓了一跳 手里打鸟的工具和拎鸟的袋子也掉在了地上 江东海回过头来定睛一看 拽住他的人居然是同村的杨虎 就在江东海不知所措时 杨虎突然高高地举起了手 这手里拎着一只血淋淋的鸟 说让江东海血债血长 听到这一话 江东海心里一颤 杨虎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血债血长了呢 杨虎说 他正在抓鞋子 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头上 他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只鸟 他吓得脚底一滑 一个跟头摔到了坑里 装鞋子的盒子也摔碎了 鞋子四处乱窜 他这一上午都白忙活了 杨虎摔倒的时候 一下子把腰给闪了 还好这坑不生 要不然连命都得搭上 杨虎一边说一边指着头发和衣服 说上面的血都是被这死鸟溅上的 这多不吉利啊 他得请大师化解 要不然啊肯定要倒霉运 化解自然要花钱 加上他的腰闪了 江东海必须给他消灾费和精神损失费 一万元钱 江东海听后是哭笑不得 都说天上掉下来个灵妹妹 杨虎居然被天上掉下来的鸟砸中了 这可比重彩票的概率都低啊 江东海心想 还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为好 于是江东海从兜里掏出了五十元钱 让杨虎买包烟酬压压惊 然而 这杨虎却不吃这一套 说江东海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坚持要一万元钱 没得商量 双方争论来争论去 也没争论出个子丑银毛 江东海不想再与杨虎理论 扔下钱就离开了 江东海回到家后 就开始准备晚饭 他一边做饭 一边与女友分享今天打猎物的过程 然而就在两人快要吃饭的时候 警察突然找上门来 来者居然是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 一见警察 江东海的心里一愣 警察说 有人举报江东海使用枪打鸟 江东海这才回过神来 肯定是杨虎索赔不成报复他 跑到公安局举报了他 江东海赶忙澄清 自己没有枪支 打鸟的只是装修用的工具而已 警方经过搜查 在江东海的家里发现了一支经过改装的射钉枪 在女友惊诧的眼光中 江东海被警察带走了 那么 江东海这支枪是从哪弄来的呢 面对警方的讯问 江东海说 他从小有两个爱好 一个是喜欢用弹弓打鸟 他只要有空就会去小树林里转悠 有时候一整天都泡在山野里 二是他喜欢枪 经常看军事杂志和枪战影片 有体育赛事的时候 他就喜欢看射击 江东海一直有个理想 如果能将自己的爱好合二为一 把打鸟用的弹弓换成枪 那就完美了 有一次江东海在网上阅读 关于枪制的文章 看得着心里直发痒 他突然灵机一动 为何不把装修用的射钉枪改装一下 改装成可以打鸟用的枪呢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江东海立刻行动起来 他在网上买了一支钢管和一支射钉枪 将射钉枪改装成了打鸟用的枪 看到这改装之后的宝贝 江东海是爱不释手 他迫不及待地去树林里面试了试 结果屡试不爽 成功率非常高 这次为了在女友的面前显示一下 结果却马失前提引来了警察 警方根据江东海的供述 以涉嫌非法制造枪支罪 把江东海刑事拘留了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江东海被拘留的同时 他的哥哥何伟也被刑事拘留了 那么哥哥何伟跟这起案件 到底有何瓜葛呢 这一切还要从兄弟俩的关系说起 江东海与何伟是同龄 都是28岁 他们不是亲兄弟 而是法律意义上的兄弟 这个怎么说呢 在他们15岁那年 何伟的父亲和江东海的母亲再婚了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二人虽然没有血缘上的关系 却胜似亲兄弟 高中毕业之后 何伟拜师学了电汉 出途之后租了一个厂房 专门制作铝合金用品 后来他们兄弟二人 都从父母家搬了出来单独居住 虽然他们不住在一起了 但是只要有空 他们就会坐下来喝上两杯 江东海总是会将捕猎来的鸟 烤熟了端上桌做下韭菜 为此何伟想了不少口福 有一天江东海找到何伟说 最近他自己改装了一把射钉枪 打鸟的命中率非常高 如果用电焊机将钢管焊接在射钉枪的枪口上 用作枪管 那样估计打鸟的命中率会更高 可是江东海不懂电焊技术 也没有焊接的工具 只能求助于何伟了 何伟心想 平时这村子里面谁家的农具坏了 都会找他帮忙 何伟觉得这都是小事 有现成的工具 还会这门手艺 出手帮助一下 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况且帮助江东海焊接工具 只是用来打鸟 只要不做违法犯罪的事就行 于是何伟就爽快地帮江东海改造了射钉枪 为防止节外生枝 江东海与何伟兄弟俩约定 改造枪支的事一定保密 不让任何人知道 现在警方是怎么知道的呢 另外何伟想不明白 自己帮助弟弟改造射钉枪 仅仅是为了满足弟弟的爱好 怎么就违法了 经过鉴定 江东海和何伟改装的枪支 是以火药燃烧为动力 发射弹丸的非制式枪支 具有智商力 很快 检察院以江东海和何伟 犯非法制造枪支罪 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在法庭上 江东海辩解称 他让何伟改装射钉枪的目的 就是单纯的出于个人兴趣爱好 仅仅是为了打鸟而已 主观目的并不是做违法犯罪的事 其行为不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 何伟也只喊冤枉 自己仅仅是利用电焊机 帮忙焊接了一下 并没有制造枪支 其行为也不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 那么江东海和何伟的行为 到底构不构成非法制造枪支呢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非法制造枪支罪 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枪支 所谓枪支是指以火药压缩气体等为动力 利用管状器具发射子弹 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 足以致人伤亡 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包括名用狩猎用枪 如有弹线猎枪 散弹枪 火药枪等 所谓非法制造 是指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私自使用原材料制作或者修理改装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5条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 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枪支弹药爆炸物管理法规 非法制造买卖运运输邮寄 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触犯这一罪行的将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期徒刑死刑 也就是说 只要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私自将管状器具等原材料改装成为 火药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足以致人伤亡丧失知觉就构成犯罪 回到本案 江东海与河委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私自将钢管和射钉枪焊接成具有智商力的枪支 构成了非法制造枪支罪 最终法院判决 江东海犯非法制造枪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 河委犯非法制造枪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两年 面对法院的判决 二人懊悔不已 江东海从小就喜欢枪 喜欢打鸟 改装枪支用来打鸟 仅仅是出于兴趣爱好 原本以为不伤人就没有关系 可没想到居然触犯了法律 还连累了自己的哥哥 哥哥何谓向来爱助人为乐 可没想到为了兄弟之情 帮忙却帮来了刑法 他痛恨自己对法律的无知 表示自己将来一定要学法 用法 要守住帮忙的底线 一个人拥有兴趣爱好 从而引起对生活的热爱 原本是一件好事 但何伟兄弟二人 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 而触犯了刑律 将爱变成了害 两个人都被判处了缓刑 接下来这起案件也是由于热衷于兴趣爱好 还将这个爱好另做他用 最终却被判处了实刑 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请看第二个案例 男子为了帮妹妹解决家庭纠纷 兴冲冲地去找表弟帮忙 男子本想用仿真枪去吓唬妹夫 结果二人在路上先撞到了枪口上 兄弟二人做贼心虚 被警方发现仿真枪 警察将二人抓捕 兄弟二人究竟犯了何罪 危险的爱好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019年8月的一天夜里 正在工厂职业班的曹亚军 接到妹妹的电话 这妹妹一边哭泣一边说 因为家庭琐事和妹夫起了争执 被妹夫给打了 这曹亚军一听是气不打一处来 妹妹结婚才半年 就被妹夫给打了 这是欺负她娘家没人了吗 早在曹亚军上高中的时候 她的父母就出车祸去世了 留下她和一个龙凤胎妹妹 相依为命 曹亚军一直宠爱着妹妹 从小到大 都不让妹妹受半点委屈 后来 妹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这曹亚军便为妹妹 物色合适的对象 曹亚军身边有个初中同学 叫杨超 为人憨厚老实 是个值得托付众生的对象 于是 她就将妹妹介绍给了杨超 可她没有想到 这妹妹自从嫁过去 这日子过得并不如意 妹妹就经常在她面前告状 说被婆婆欺负 这杨超一味着向着婆婆说话 这次又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合 二人起了冲突 这杨超居然动手打了妹妹 曹亚军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决定给杨超个下马位 帮妹妹在夫家站稳脚跟 可是仔细想想 这杨超人确实不错 工作也稳定 只是脾气急了点 妹妹也不能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和杨超离婚吧 这将来的日子 还是要过下去的呀 就算她去了 也只能是劝劝 肯定不能采取暴力的方法 妹妹老被妹夫欺负 也不是个事 曹亚军觉得 这次必须要找妹夫说个清楚 可妹夫身材高大壮实 搞不好曹亚军 还会被她给教训一顿 突然曹亚军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制服妹夫的好办法 曹亚军回想起来 他在表弟苏强家里面 见过仿真枪 这苏强呀喜欢玩仿真枪 还给他表演过枪法 就像个大兵 非常酷 不如戴上仿真枪 吓唬一下妹夫 这样就会更有震慑力 以后妹夫就不敢欺负妹妹了 打定主意之后啊 这曹亚军就骑上电动车 来到了表弟苏强家里面 让苏强呀 戴上仿真枪 一起去妹妹家 帮妹妹出这口气 苏强得知曹亚军的来意之后 却不赞同他的做法 不断地劝说道 清官难断家务事 妹妹的事啊 还是让妹妹自己解决比较好 如果他们横家干涉 只怕以后妹妹再赴家的日子呀 更难过 至于携带仿真枪 吓唬妹夫 这苏强呀是坚决不同意 说仿真枪虽然不是真枪 但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危险物品 如果他们带着仿真枪去吓唬妹夫 万一走火伤到了妹夫 或者被警察发现了 那就吃不了兜着走 苏强坚决的态度 让曹亚军是暴跳如雷 冲着苏强就嚷道 你回忆回忆 小的时候 你差点被人贩子拐走 是妹妹救了你 现在妹妹有事 你要是袖手旁观啊 就是忘恩负义 苏强一听这话 这态度啊立刻软了下来 在苏强六岁那年 他放学回家 走在一个岔路口的时候 这苏强差点被人贩子给抢走 多亏了曹亚军的妹妹大声呼救 引来了路人 这人贩子才放开了苏强 匆匆地逃走 从此以后呀 这苏强和曹亚军兄妹 以及两家人的关系 就更加亲密了 简直轻如一家 三人之间 你来我往互帮互助 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苏强看曹亚军放了狠话 这心想如果再不答应 恐怕真的不好收场了 苏强思索再三 觉得现在是深夜 路上行人不多 警察也下班了 况且到曹亚军的妹妹家 来回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只要他们谨慎点 应该不会出事 苏强和曹亚军抱着侥幸的心理 带着两支仿真手枪 去找妹夫杨超算账 两人本以为天黑 没人会注意他们 结果没想到被警察 逮得正着 原来苏强和曹亚军 带着仿真枪 往妹妹家赶 正好遇到了警察 在高速路口夜查 都说啊 平生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当看到警察 冲他们做出 靠边停车的手势时 这二人啊 顿时神色惊慌 这时 令苏强担心的事啊 还是发生了 他们慌张的神情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最终 警方还是发现了 他们携带的两支仿真枪 并进行了收缴 当晚 警察依法将二人 带回公安局进行了讯问 曹亚军向警方供述说 他邀请表弟苏强 带上仿真枪的本意 不是为了害人 仅仅是想吓唬一下妹夫而已 警方又提审了苏强 苏强说 他自幼喜欢各种枪械 收集军事航空模型 他也特别喜欢看枪战片 喜欢看枪手们射击时的神情 有一天 苏强看到路边有卖仿真枪的 就想买两把玩玩 闲来无事时 苏强就在家里摆上几个塑料瓶 瞄准打穿 他只想着放在家里当玩具爽 从来没想过做别的用途 这次之所以拿出来 替曹亚军的妹妹出头 仅仅是为了报恩而已 经鉴定 缴获的两支仿制式手枪军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所规定的枪支 很快 检察院以曹亚军和苏强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在法庭上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苏强违反枪支管理法的规定 非法持有枪支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曹亚军与苏强构成共同犯罪 对此 曹亚军的辩护人提出 苏强一直持有枪支 事先已经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了 曹亚军只是向苏强提议带枪 并没有实际有效控制枪支 二人并非共同犯罪 曹亚军的行为 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那么曹亚军的行为 到底构不构成犯罪呢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共同犯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的人员 违反枪支管理法的规定 擅自持有枪支的行为 共同犯罪是指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回到本案 曹亚军为帮妹妹解决家庭纠纷 而邀约苏强携带枪支帮忙 主观上由非法控制使用枪支的意图 客观上 他又通过苏强实现了 对枪支非法持有的状态 二人达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 曹亚军借接控制了枪支 属于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共同犯罪 法院最终判决 曹亚军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苏强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 曹亚军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呵护妹妹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因为冲动和鲁莽 不仅没有帮到妹妹 反而害了自己和表弟 如果自己遇事能够冷静 沉着以对 采用说服调和的方式 或许能更好地化解矛盾 而曹亚军的妹妹 听到哥哥和表哥出事的消息 哭得气不成声 妹妹结婚之后 一直与婆婆丈夫处不好关系 每次都找哥哥诉苦 哥哥总是劝他忍 这妹妹对哥哥的做法不能接受 这次她和丈夫吵架 妹妹想找哥哥帮忙 怕哥哥又让他忍 为了引起哥哥的重视 妹妹才谎称被丈夫打了 可没想到 因为小题大做 夸大其词 惹了这么大的祸 今后呀 他一定要学会独立解决问题 不再给哥哥添麻烦 他要好好地过日子 等着哥哥回来 曹亚军的妹夫 听说了此事之后 内心既震惊又自责 事情的起因居然是他 因为家庭关系没有处理好 竟然害了大舅哥 妹夫呀 聘请了律师为曹亚军辩护 同时妹夫写下了保证书 以后保证对妹妹好 不会再让妹妹受半点委屈 让大舅哥呀 放心 我们再来说说苏强 苏强出于个人爱好 从马路边购买了仿征枪 具有智商力 他不仅非法持有 还妄图带着仿征枪 去下人立威 结果身陷淋雨 悔不当初 观众朋友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但在齐心的同时 一定要把握好度 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内 齐心协力 不能盲目和冲动 否则就会将好事变成坏事 得不偿失 第一个案例的主人公江东海爱好打鸟 非法改装了枪支 何伟为了兄弟之情 帮忙焊接了装修用的射钉枪 二人最终触犯了法律 第二个案例的主人公苏强 为了兄弟情 罔顾法律 非法持有仿征枪 最终害人害己 枪支是国家严格管制的违禁物品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都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制造 私藏持有枪支 只要有制造 私藏持有枪支的行为 就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朋友儿子结婚缺人手 男子主动提出义务帮忙 却发生意外 另一起案件 男子帮邻居家办丧事 却意外被烟花炸下一只眼睛 两起案件都因为义务帮工 引发意外 为何判决结果却完全不同 义务帮工起纠纷 下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